今天我們要做一個大眾占卜 因為這個禮拜我做的主題就沒有跟愛情有關 所以今天就是補一個影片是跟愛情有關的 因為大家最喜歡看的還是愛情嘛 對吧 所以呢 今天的這個影片就是未來的一到三個月我的愛情走向 算是愛情走向吧 然後也可以說是愛情運勢 然後或者如果你們要看一看就是可不可以跟這個人在一起啊 什麼之類的 就是一個愛情的能量吧 就未來一到三個月的我的愛情的能量跟運勢 那一開始的前面的牌呢 是對方的能量 所以這個占卜比較適合有對象的朋友 是比較適合有對象的朋友 單身的話可以測試 但是前面因為是測對方嘛 如果你心裡有一個對方的話 是測對方的能量 那如果你沒有一個對象的話 那個前面的大眼就可以跳過 就可以跳過 OK 好的 那麼我們這邊有 一二三四四組牌 然後時間軸會寫在下面的 description box裡面 那麼如果你需要多一點時間的話 你就暫停這個影片 那麼我們待會兒就從第一組開始囉 那麼我們待會兒就從第一組開始囉 OK 第一組牌組的話 前面就是我說的前面的 OK 你們的這個對方能量 這邊多掉了一張出來 OK 所以你們的這一張牌是能量牌 對方的能量牌有三張 所以一張是這個 Heartache and Loss 這個算寶健三 然後這個是Passion Ignited 算權杖一 然後還有一個這個Bone Collector 也是一個一號牌 所以一號牌組的一號能量很強喔 所以我覺得你們真的就是可能 你們現在應該有想要顯 有一些東西是想要顯化 想要讓就是自己想 就非常想要得到某一件事情 然後應該是有在做一些 Manifesting的東西 OK 所以你們可能就是正在 把這樣子的一個好的能量 要帶到身邊來 因為一一一嘛 所以 OK 第一個呢這個是對方的能量喔 所以我覺得現在目前對方的能量的話呢 他其實我們這邊出現一個寶健三 我覺得他有一些傷心難過吧 OK 他現在可能也許想到你的話 還是會有一些心痛啊 一些傷感的這種感覺喔 就是所以他還沒有完全從你們的關係裡面走出來 有可能是這個樣子 如果我剛剛講的話是如果是分手的話 如果不是分手就是現在有什麼曖昧啊的對象 你在蹭你的那個對象 那有可能他還沒有辦法從上一段的這個關係裡面走出來 所以他可能還有一些傷痛啊 還有一些療癒是他必須要做的 OK 還有一些療癒是他必須要做的 不過呢我覺得他已經慢慢慢慢有轉好了 因為呢這邊有出現了這一張是這個全杖衣喔 這兩張牌其實是一起掉出來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應該就是也 因為一起掉出來我覺得他的能量也就是說 他現在正在這個療癒的這個 路途中 OK 這個療癒中 然後呢我覺得他已經慢慢慢慢要走出來了 因為我們這邊出現一個全杖衣喔 全杖衣是一個行動力的牌嘛 然後呢這邊也是 是Passion Ignited 所以我覺得他之前可能就是還沒有 還沒有準備好想要進入下一段的關係 如果是 就是還沒有準備好要繼續下一段關係 如果是分手鍛鍊的話也許 我們要看一下後面的牌啦 但是目前為止的話就是 他有一個行動力是他現在想要 有一個重新開始的一個這個動力喔 他想要重新開始然後 然後他的熱情有重新被燃起喔 OK 他的熱情有被重新燃起 然後這邊也是一個一號牌喔 是這個Bone Collector 你看他是坐在這邊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鐘喔 所以我覺得應該就是一切呢 已經慢慢慢慢時間到了 我覺得這個感覺有點像那種Divine Timing的感覺喔 就說是那種一切的現在時機 慢慢慢慢也是開始 嗯 對了的感覺 所以他也是我就是說時間到了 因為已經到了就是他應該要慢慢走出來的 這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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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機感時機點喔 這個是一個檢骨師喔 檢骨師 所以你知道就是你知道時間到了 然後呢 要把過去的傷痛要擺脫 然後要開始一個新的未來 因為其實我們檢骨的時候也是嘛 就是要把這些 舊的東西把它弄掉 因為 然後開始一個新的這樣子的一個能量 然後你看這一個老太太 他坐在這個他的這個圈圈當中喔 他是笑得很開心的 他是笑得很開心 然後你看上面還有掉這些很多的這種骨頭啊 什麼的 所以他就是在在收集這樣子的這種骨頭喔 但是呢我覺得就是說 我覺得也有就是說他過去的傷痛啊 過去的這一些 所有的一些經驗啊 都變成一個回憶 然後也變成是他的一個新的能量 然後他也從中學習到了很多東西 然後現在呢 他已經有重新燃起了力量跟能量 讓他可以往人生的下一步走去 OK 好 那我們來看 這個 你的塔羅牌出現了什麼 OK這邊出現了一個金幣8 OK金幣8的逆位 然後是 聖杯10的逆位 然後這個是Tower 哇這能量都好 好可怕OK 然後這個是塔牌 OK正位 然後我們這邊有多抽一張 這個是金幣5 然後神譽卡的部分呢 是 其實我本來是要抽那個羅曼天使卡 結果抽了牌以後才發現 欸怎麼是 Angel Answers卡 所以我就想啊 那應該就是天意 所以我就沒有換了 那你們這邊的話抽到的是 就是 In the near future 欸 所以真的你看喔 我覺得 應該很快 時機就要到來了 所以 你們想要的一些 你們想要的 期待的 我們剛剛講manifesting 想要期待的一些事情 我覺得其實 你可以在 在未來的這個 就是不久的將來 可以看到一個顯 就是它 會顯化出來 你可以 實質的獲得這個 你正在期待的一些事情 那 我剛剛本來要講一個 OK 有點忘記 我們先講這個塔肉牌 所以 塔肉牌的部分 我覺得 第一個 這個出現在右邊的這個Tower 所以我覺得就是有點 你看喔 它是 它的塔 並沒有倒塌 但是它已經 你知道著火了 然後大家的人 從 這一邊 你看 從裡面跑出來 OK 然後這個塔還是建築在 這一個 懸崖峭壁上面 所以 不過大家都應該都安全的 逃出來 所以我覺得就是還 我覺得這張塔牌 並沒有像 尾特牌裡面的那種塔牌 很 很 很危險的感覺喔 然後大家從上面這樣跳下來的那種感覺喔 所以 他們其實還是很安全的逃出來了 所以 我也是覺得就是說 嗯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其實 你未來的愛情走向的話 一到三個月的未來愛情走向 就是 我覺得啦 可以 雖然 就是你知道你看這個塔著火了 然後呢 可是 其實是可以安然的度過的 我覺得是可以安然的度過的 我覺得是可以安然的度過的 你們可能有一些東西是必須要去重新去 嗯 說開 然後 重新去 嗯 磨合 OK 如果 如果你們是已經 分手的情侶 你們現在要重新開始的話 OK 所以你們有一些東西是需要重新磨合的 那 新的人的話呢 你們的愛情能量是 就是 就說你 其實我覺得 有一個重生的一個能量啦 那 嗯 對方因為他也是要從這個療癒中走出來嘛 所以呢 我覺得可能需要你給他一點點時間 他可能 他雖然是你知道 你看這邊是跑出來的這個感覺喔 所以是 的確是 跑出來 但是跑出來之後 對吧 之後 嗯 不表示說他會 就是你知道 逃入另一段感情裡面 雖然這邊是一個 in the near future 但是我覺得 還是需要一點時間 他需要 還是需要一個 慢慢慢慢療傷當中 但是他會有所行動 也就是這個 逃出來的這一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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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行動 所以他會從他過往的這個 你知道已經搖搖欲墜 這個也沒有搖搖欲墜 就是 過往的這個情感當中喔 跑出來 然後呢 走向他的人生的下一步 所以你們的這個愛情呢 會往前走 但是呢 嗯 因為你看喔 他也是才剛剛從塔裡面走出來 所以我覺得 要在很大的邁進一步的話呢 還需要一些時間 不過我覺得 在in the near future的話 就是在不久的將來 其實你會看到一個很大的改善 OK 你會看到一個很大的改善 而且你看喔 這邊我們又出現金幣5 金幣5的話 嗯 5號牌也是代表一個改善的能量 OK 所以 嗯 你看這一個人 他還抱著這個女生 然後笑得這麼開心喔 這個跟 嗯 我覺得跟一般的韋特牌 有一點點不太一樣的是 他沒有就是說 喔 很慘啊 像那個兩個人在那個 錢不夠 然後在外面 冰天雪地裡面走路 那樣子的感覺喔 反而這一張這一張牌的話 金幣5我覺得 就是一切會往一個好的發展去喔 然後你看 也會他笑得很開心 所以我覺得 除了這個 嗯 可以得到 心靈上面的一些就是開心 情緒上面的一個開心跟滿足喔 可能錢的部分呢 也可以一起兼顧得到 OK 也可以一起兼顧到 那 嗯 我覺得啦 目前喔 因為這兩張牌比較算是以前 因為是看走向嘛 所以我覺得 你看喔 這邊是一個金幣8 金幣8 你看這個人站在一個門外 在看著裡面的兩個人 嗯 在 他其實是在做刺青的動作 所以這個是金幣8 他在刺青 所以我覺得啦 以前過往的這個傷痛呢 就有點 就很 你知道 是烙印在自己的身上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是那種烙印在自己身上 然後這個人就是站在門外 在看裡面喔 所以如果你們是真的就是 我覺得這一組 這一張牌給我更強的一個能量是說 尤其是跟 如果你現在是想要複合的對象 就是你想要跟你之前的對象複合的話 你現在其實就是在門外在看他們 就是有一點點不得其門而入那樣子的一點感覺 因為這是逆味嘛 然後就在看外面 然後其實你一直在觀察他 你一直在想說什麼樣的時機點我可以進去 但是這一件傷痛可能對這個人來說是 嗯 有點太 像磕在皮膚上面是很難抹滅的 OK很難抹滅的 所以呢 其實是需要給他一點時間的喔 是需要給他一點時間 因為你看喔 現在目前的這個這個牌組的三張牌的正中間 是一個聖杯石的逆味 你看喔 這張牌的聖杯石是兩個人非常幸福的開心在一起結婚 然後手牽手走出來有沒有 得到大家的祝福 可是他是逆味的 所以呢 我覺得他在情緒上面其實還有很多沒有辦法撫平過來的一些一些傷痛喔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們之前尤其是分手的對象 你們之前應該就是說不定都已經要論及婚嫁這麼的serious喔 這麼的已經就是非常的交往很 呃 就是可能已經有結婚為前提去交往啊 或者就是對非常非常已經就是覺得 喔這個 就這個 非這個女生不娶或非這個男生不嫁之類這樣子的感覺 可是 可是也許就是出現了 我不曉得 這看不出來原因喔 不過現在的走向就是他還在慢慢的療癒當中 不過呢 會出現一個塔牌的這個狀況 就是會有一個重生的機會 然後會有一個 會這樣跑出來 OK 是會往往 雖然是往回走啦 所以我覺得如果是複合的 複合的 就現在分手的話 你們要複合的機會其實是蠻大的 是蠻大的 不過需要給他一點時間從這個之前的傷痛走出來 然後你們可能還是有一些東西是需要去磨合的 那麼如果你們現在是全新的一個對象 OK 曖昧啊或者是 我覺得如果你們是在交往中應該不太需要看這個吧 因為都交往 所以我覺得這個比較適合是那種 還在曖昧還不太確定對方的狀況是怎麼樣子 然後或者是分手斷練的 OK 所以 如果就是你們現在是一個全新的對象 然後可能還在曖昧啊或者是暗戀啊之類這樣子的一個狀態狀況當中的話 那麼一樣喔 你現在其實還在觀察你還不確定要怎麼樣子進去 那因為這個一樣喔 這個我們剛剛也講了嘛 對方其實還有一些過往的這種傷痛啊 他是很難去抹滅的 OK 很難去抹滅的 所以他其實現在還在療傷療癒之中 而且甚至他之前的對象可能是已經跟他要論及婚嫁啊 然後 然後 或者是 非常的 英文就叫 serious啦 serious就是很嚴肅很認真的 OK 我剛剛還有感覺到喔 甚至說不定有一些人 他的對象會不會是 其實我覺得這是非常非常少數 因為我覺得不見得大家 就是可能這一個對象可能會不會已經不在人世 就所以有這麼嚴重的這樣子的一個傷痛傷感 所以讓他現在有一點點的就是 你知道還在這個療癒當中 不過已經要慢慢走出來了 OK 那是非常少數的 可能這 他們的對象是已經不在了 OK 所以那個你需要給他一個face 所以你看喔 這個是刻骨鳴心 等一下要再刺在自己身上的那種感覺 但是 如果 當然如果 對象 對 那個對象 你的對象他的那個 他之前的這一個上一段的戀情喔 不是 就是反正是一個非常 就是已經很認真很認真 但是最後卻 無疾而終的這種感覺喔 讓他就是其實是很難放下的 不過呢 我覺得 的確會出現一個狀況是 他現在已經要改變了 OK 已經有一個改變的狀況 所以呢 在不久的將來 你們可以看得出來就是 嗯 關係會 會有一個往前喔 不過我覺得 你現在曖昧的這個對象 如果那個對方他的 他跟那個前任呢 是 還有聯絡的話 如果你是知道有這樣子的事情喔 這個有一點點要注意的是 他有可能會回去找那個前任OK 所以他有可能會回去找前任 嗯 因為畢竟他之前的這一件事情是 他跟對方的這個 這個是有一點就是非常 就是我們剛剛說的很認真 所以有可能喔 這個你現在曖昧的對象啊 或者是 如果你知道他有一個這麼 這樣子的一個刻骨鳴性的愛情的話 也許他會回 他會很想要回去找那個對方 也是有這個可能性的OK 所以 嗯 不過不管如何啦 你們在應該在這個 不久的將來喔 是會看到有一些變化 跟一些改變 如果 因為這邊又是一個金碧舞嘛 會有一些改變一些變化 所以 嗯 你們 就這一張 這一張牌 嗯 就是對 現在新對象的話 你們可能要注意一下下 不過你會看到有一些 嗯 就是說我 喔對 我剛剛講的就是說 如果有一點停滯的感覺的話 嗯 目前啦 因為你有點搞不清他到底想要什麼的話 你應該在不久的這個將來 你應該會看到有一些改變 也許他會 他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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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會來告訴你說 他現在的決定是怎麼樣子的 是要跟你繼續在一起 還是說他要回去找他的前面的那個 或者他是說 我們先暫時先當朋友啊什麼 都有可能OK 但是 反正在不久的將來 你會有一個比較明確的一個答案 那 到時候你就 你會比較知道耶 你想要繼續努力看看呢 還是你想要放棄然後找一個新的對象 OK 但是這個的話 這一副牌的話 回去找前任的這一個能量比較大啦 所以如果你現在測的是一個你分手的對象 你想知道有沒有辦法跟他就是重修就好的話 我覺得可能性還蠻大的OK 可能性還蠻大的 不過我覺得還是有一些東西 你看這個塔在著火嗎 所以你們之前的一些 一些就有的一些你知道之前分 因為某些原因去分手的這些東西 是必須要整個摧毀重新再蓋建立的OK 所以 回去找前任人也不代表一定會成功 因為還有一些東西是必須要去一起努力去 我要講怎麼講 重組或者是 好好的要坐下來聊說到底我們要怎麼樣子做喔 所以如果按照舊有的方式去弄的話 那就我覺得 就是複合的機會 有但是我覺得會長久的機會可能就不大 所以你一定要需要有一個重新 完全重新的一個能量 重新去討論怎麼樣子去磨合之前不合的東西啊等等 那才會有比較大的可能性 這一個關係可以比較長久OK 好這個是給一號牌組的一個解牌喔 那麼你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有沒有 符合你們的狀況 那麼或者分享你們的故事也都可以 那不要忘記幫我訂閱分享還有按讚我的頻道 還有我的影片 那麼我們下一次再見囉 拜拜 OK 二號牌組的話 你們抽到的是 這個是對方的能量 目前對方的能量是這個寶劍舞的逆位 還有這個come together 這個come together多可愛是這個 兩個長頸路 然後上面還有這麼多愛心 OK 好 寶劍舞的能量 所以對方現在的能量是怎麼樣子的 OK 我覺得對方現在這個寶劍舞喔 這個出現一個conflict and defeat 我 但是是逆位喔 所以我覺得對方這種很失敗很 覺得自己很失敗 覺得自己很很不OK 然後甚至他可能有一些掙扎的這種情緒喔 已經慢慢慢慢的要 就是慢慢脫離這樣子的一個狀況喔 這樣子的一個狀態 所以如果他之前就是有發生一些事情 這個這個事情的話就有可能喔 我覺得這個比較是跟 情緒上面或者是思想思考這個關係有有關喔 所以不見得是跟愛情就是他有可能他在他的生活當中也有可能是愛情前一段的愛情 然後也有可能是他的生活他的工作或者他的財運就是他不管啦就是有可能都有或者是某一個部分讓他感覺到非常的失望讓他對自己感到非常的失望 然後讓他對自己感到就是啊怎麼會這樣然後很有就是很累啊然後很多的這種conflict很掙扎然後那種很就覺得自己遇到好多這種磨難那樣子的感覺很甚至可能有一些憂鬱的感覺OK 那他現在已經慢慢慢慢的要慢慢走出來慢慢的療癒了OK 那這邊我們出現這個come together come together就是要在一起的意思啊 所以呢我覺得這個不管如果你現在測的是你的前任還是你在想說你要跟前任或者是你要跟這個現在是一個完全新的對象的你的曖昧一個對象 我覺得他有在考慮要不要就是踏進下一個下一個感情當中OK 那不見得是感情啦不過因為這個是愛心嘛所以感情是很很大的很大的可能性他是在想感情 但是他他現在願意去接受別人對他的好他現在願意把他的心房打開去接受別人對他的好 所以或者是他現在其實是很需要別人來關心他所以他之前這個能量他也許他他在這個能量當中的時候呢可能他不可能有一些人在憂鬱的時候他不見得會聽著進去別人對他講的很多的那種溫馨安慰他的話 他會覺得啊你們都是你們不懂啊然後你們你們都是只是就是隨便說說也不是真心啊等等會有很多那種負面的想法負面的那種情緒 但是他現在已經慢慢開始願意願意打開他的心房願意接受別人對他的關心而他也願意想說身邊如果有一個人的話也不錯 所以他願意願意去投入他的一些感情在一個新的對象身上或者是願意去接受別人對他的好OK 那麼我們來看這個你們的未來愛情走向是怎麼樣子OK 所以這邊是出現一個權杖2的逆位然後這邊出現了戰車很棒很棒然後這個是權杖4的逆位喔 然後這個是然後這個是 那個 High Priestess叫女教皇然後最後這一張神譽卡呢出現的是YES 所以你看所有的能量其實都還不錯唯一有一點讓我介意的是這一張權杖4逆位 嗯好吧沒關係我們來等一下看一下是怎麼的狀況喔 OK我們先來看喔這個中間的是出現這個這個叫戰車 戰車牌的話 你看他真的他慢慢要走出來了這已經是有往前在走的 所以如果你現在你之前感覺到就是這這種關係好像有點停滯啊有點感覺好像走不下去啊或者是說好像沒有希望的感覺喔 那現在呢在未來的這個一到三個月喔我覺得會有一個往前的能量 至少他現在已經願意往前走了這個是因為是往這個是過去現在未來嗎 所以一個愛情的走向所以他已經現在開始要往願意去往前走就是我就說從他已經要從這一個這個感覺裡面走出來了 他願意去把他的心房打開然後come together對吧 所以這邊是出現一個權杖2喔你看權杖2的話是你看這個人喔他是一半的身體在這門的這一邊然後一半的身體在門的另外一邊 然後他要準備跨過不過這個是因為是二號牌喔不是二號牌這個是因為是逆位喔所以有一個狀況是因為他也算是過去的這個能量嘛 所以就是他那時候他還是就是你知道還在那個站在中間還在搖擺的那種感覺OK還是有點點搖擺不定但是有想要跨出來這一步有想要這樣子跨出來 可是還沒有跨完完全所以是這個樣子但是現在呢他已經決定他已經要往前去走了 然後呢這個戰車牌代表意志力對吧也代表了家庭因為是巨蟹座的能量所以呢我覺得他現在的這個就是你們未來愛情的這個走向呢 不管是你或他的意志力已經慢慢因為他這個之前你看他也是那種就是充滿那種灰色的想法黑暗的想法 現在他應該慢慢的把他的意志力找回來了然後呢他也慢慢知道 越來越知道他其實想要的東西是什麼然後要怎麼樣子去做會是最好的他也慢慢想的比較清楚了那我覺得你也是一樣喔 就是說你之前其實也是很害怕去踏出這一步的其實你也是講就是這個因為這個是未來的愛情走向所以是可能是你的能量也可能是對方的能量對吧 所以有點就是害怕不開不太敢往前你看這個人的臉有點驚嚇而且是有點在探探視的感覺 因為他是這樣鑽出來然後左右在看的感覺所以還在那種觀看的狀況 所以但是現在已經開始要往前去走了那巨蟹座的話也代表家庭啊願意去就我們剛剛說的come together 想要想要旁邊有一個人然後有人照顧他關心他他會願意去接受的ok 那我覺得你也可以願意你也可以去做這樣子的一個一個動作 那全帳四喔這一個是你看全帳四在這一張牌組裡面你看是一個 是一個快樂和諧的一個家庭他這個是逆位所以我覺得 嗯未來他已經看他yes他願意往前走yes他願意往前走願意想要去接受別人的對他的關心 然後他願意想說我ok我可以試試看踏入一個感情然後交一個女朋友或男朋友 ok我願意去做這樣子的一個嘗試可是因為全帳四的逆位 嗯我覺得他還沒有那麼穩定性還不太夠 也就是說他有這樣子的想法可是呢 真正如果想說我們要有一個長久的未來或者是我們要去建立一個家庭 然後嗯一個非常穩定的一個感情狀況的話 其實我覺得他還沒有想那麼遠他還沒有想那麼久 他比較是現在還在活在當下的這種感覺喔 所以yes他願意去接受別人對他的好或者是他踏入一個感情裡面 可是如果你現在想說那我們是要以結婚為前提去交往 或者是說我們就是要有一個長久穩定的關係 那如果你是你一直去逼迫他去做 因為他終於好不容易現在要踏出來了 可是如果你去逼迫他說 哦那我們是不是要結婚 那我們是不是關係現在是怎麼樣子或什麼什麼的 就是給他太多的這種壓力喔 我覺得他會非常的害怕 所以你未來的話 你應該就是順著他的步調去走 而不要給他太多太多的壓力 因為你看喔這邊也出現了一個女教皇 女教皇的這種 這個當然是代表直覺啊 代表 這種神秘的力量對吧 可是呢我覺得出現在這邊的這個 這個的意思也代表就是說 其實對未來還有非常非常多的未知跟不確定性 那 所以我覺得這兩張加在一起看的話呢 就是說真的不要給他太多太多的壓力 我覺得你們就是順其自然是最好的 順其自然是最好的 然後呢 女教皇嘛 一切應該就是上天會有最好的安排 所以你就是 可以聽取自己的直覺 然後呢去做你的下一步的動作 可是如果你想要想下一步或下兩步我覺得OK 可是如果你已經想到三四五六七八步 就是非常久遠的那種未來 然後開始在逼他想說要給他一些這種 commitment啊 或者是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一個 逼問 逼 逼他要做一個什麼承諾之類的這種的話 其實會讓他非常的害怕 非常的嚇到 所以呢 我覺得這個這個這個建議是說 先暫時不要去逼他做這樣子的 他已經走出來就覺得要很好的去鼓勵他 然後 然後我覺得其實你們的關係會非常好 會漸入家境 那這個反正未來一到三個月的話 至少在這三個月裡面你們就好好享受 愛情的這種甜蜜感 那很長也久的那種未來的話 你們可以先暫時拋諸腦後會比較好 因為他只要一想到有這種穩定的這種交往啊 穩定的什麼 這種 他那個他會跟很多很多其他的不好的 負面的想法連接在一起喔 會讓他很害怕 反而會讓他又退縮到之前的這種這種 這種能量去 所以我覺得你們就是順其自然會是最好的 而且最後這個這個我其實本來想要抽的想要 今天想要用的牌是最後這個牌是用羅曼史的牌 結果我洗牌然後牌都抽完了以後才發現是 然後我想說好吧 既然是這樣子那就表示 就是 It's meant to be 你看而且牌真的還不錯 所以就是 YES 是吧 所以很好 我覺得 你們想要達到想要就是這一段愛情啊關係啊 我覺得會有還不錯的未來一到三個月會有不錯的發展 會有不錯的發展喔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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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就是我剛剛說的那個不要給他太多的壓力 OK 那這樣子的話呢 你們 我大概就是這個樣子看到的給二號牌組的一個解拍 你們可以在下面留言分享你們的故事 或者是如果有你們想要任何想要分享的東西 你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那也不要忘記幫我訂閱分享 還有按讚我的頻道還有我的影片 那麼我們下一次再見囉 拜拜 三號牌組 OK 我們先來看對方現在的能量是什麼 對方現在的能量是這一個是金幣6 跟Encouragement 鼓勵喔 OK 我覺得對方現在的能量還不錯 我覺得還不錯 因為你看這邊它是出現Material and Spiritual Prosperity 表示它是 它是 在 財 財運啦 這個是實質的這種 錢財啊 的部分 還有它的這個 Spiritual是這個 呃 零 嗯 中文是什麼呢 呃 就是它的 精神 OK 精神上面以及它的物質上面 對 物質跟精神上面其實都是 非常富裕 富足的 所以我覺得三號牌組 它你的這個對象 你現在在想的這個對象呢 它的其實我覺得它的所有的現在的狀態 都已經調整到最好的一個狀態了 OK 嗯 如果你現在在測的是你的一個前任 那也許你們那時候分開來 是不是對方的 呃狀況會有點不太好啊 或者是怎麼樣子 不過現在它已經調整到最好的一個狀態 不管它在物質生活上面 或者是它在精神生 精神的這個上面 它都已經得到一個充分的一個療癒跟休息 然後它現在呢 已經就是出現一個這個金幣6 很很富足的感覺 OK 那呃 如果你們是 這個對象 你們現在想的這個對象 是一個完全新的對象的話 那我覺得你們對象 其實是一個還不錯的對象 因為它不管是物質 生活上 或者是精神上面 它都是一個 很 穩定很 還不錯的一個對象 就是都很穩定 然後呃我覺得 如果你們想要給予一些東西 因為它畢竟還是一個金幣6 所以它 它也非常懂得 嗯 付出跟 嗯 付出跟接受 的這種平等的關係 OK 平衡的這個能量 它非常的了解 而且它也懂得 就是說 嗯 那個叫什麼 嗯 哈哈 我 有一個成語叫做 過而不及 OK 它非常了解過而不及 是什麼 所以找到那個中間的平衡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然後 它現在其實就是在這種 很平衡的這種能量當中 那這個 encouragement是鼓勵喔 你看這個 我覺得這是一個媽媽 然後在鼓勵他的baby 所以我覺得啦 現在的話 對方如果想要 因為我們是在測愛情嘛 所以對方如果 他其實 他也願意去踏 踏進一個愛情裡面 那 可是我覺得啦 出現encouragement 有可能喔 對方的 對方的 性格 也許是一個 比較害羞一點的 或者是比較 不是那麼 嗯 會主動的人喔 因為 嗯 比較被動一些 因為是金幣嘛 金幣也是那種 比較 是圖像能量 所以他也會比較 我感覺那種 有點金牛座啊 或者是 那樣子的一個 一個能量 就是說 嗯 比較 笨拙一點 或者是說 動作會比較慢一點的 就是他可能 他願意去行動 可是他會 他就是比較慢啦 如果你的 你的性格是一個 比較快的人的話 那跟你相對來比 他可能就 你就會覺得啊 他怎麼這麼慢 嗯 所以呢 我覺得他需要一些 鼓勵 他需要一些鼓勵 所以你可能 需要釋放出一些 這樣子的一個能量 去讓他告訴他說 欸你可以 你可以來追我 你可以來告白 如果 當然如果你是 你是希望被告白的那個 那麼你就應該 需要給他一些鼓勵 OK 他現在是需要 受到鼓勵的一個狀態下 所以 如果譬如說曖昧的話呢 你們 也許 要再 表現的再 熱烈一些些 那 如果你們是 呃 就是 現在想要測的是一個前任的狀況的話呢 那 他現在已經算是 就是一切都調整到很好了 所以如果你們想要去複合的話 也許 呃 你們可以 善 善 就是 呃 散發 或你們可以 善 善 對他愛情的這個發展喔 可以 出現了 純杖 五 lovers oh my god 愛人牌 正中間 真的 你看 我就說 死神牌 你看 真的 啊 聖杯十 好了啦 三號牌組 你們 這 你們的牌 不錯 然後這個 the situation will improve 是不是 好 呃 既然大家都看到這個喔 所以我們就先說 你們的這個狀況呢 就是會有一個 改善 OK 會有一個改善 所以 如果現在一樣喔 就是 停滯感啊 或者是你覺得 怎麼關係沒有往前一步啊 或什麼的話呢 我覺得 未來的一到三個月喔 這一個狀況 會有一個改善喔 你會看到有一個 往前的躍進 因為你看這邊又出現聖杯十 這是我多抽的一張 算是一個 補強的 的一張塔羅牌喔 那 前面 這個是算過去 現在未來的話 這樣子 愛情走向的話 你看喔 之前他是 這個是一個 拳杖武嗎 你看這個人喔 他拿著一個 一個這個 這個叫什麼 棒槌啊 槌子喔 要把這一個 這一扇門給破開 你看 所以呢 就是要有一個 突破的這種感覺 一個突破的狀況 然後我們這邊 突破的狀況 我覺得非常 他這個出現在過往的牌 然後這邊呢 又出現 你們出現了兩張 Major Arcana Card OK 所以你們 就是兩張大牌 所以你們這個 未來的愛情走向 我覺得是一個 會是 人生道路上面的一個 很大的一個轉變 跟一個轉機 所以 雖然這張死神牌 是逆位啦 但是呢 死神代表 死而復生 然後遇火重生的這種感覺 不過 逆位的話 也多少有這樣子的 一個意思喔 只是可能 就是 慢一些吧 OK 表示他不會 那麼快的發生 但是呢 一定會發生 但是需要一點時間 你看這個人 手上拿了一個 一個一個 一個這個漏斗 是漏斗嗎 不是漏斗 這個沙漏 沙漏 拿了一個這個沙漏 OK 所以呢 死而復生 所以OK 第一個 我們先講那個 分手的對象 好了 OK 如果你們現在想的對象 是 是一個前任的話 你想要跟他 有一個復合的感覺 所以這邊的話 是出現 戀人牌 然後這邊又出現一個 這個死神牌 所以我覺得 現在呢 已經就是 我覺得可能現在 天時地利人和 已經就是 有給你這樣子的一個機會 OK 讓你可以 你看這個 你看對方 這個中間呢 這邊是一男一女嗎 然後中間有一個像是那種 吉普賽的女郎在中間 然後 好像在給這個男生 在看守 守相 可以看得出來嗎 他們在看守相的這種感覺 所以他其實 我覺得就也就是代表說 他們兩個其實就是一個 命中注定的這種 這種 這種 緣分 命中注定的緣分 所以三號牌組喔 你現在不管啦 你如果對方是你的 曖昧的對象 或者是一個前任喔 其實你們是一個 命中注定的感覺 然後你們的這個愛情呢 其實 嗯 戀人牌 大家很喜歡拿到戀人牌 但是有的時候戀人牌 嗯 對一些 其實是向往 非常穩定 然後穩定交往的那一種感覺 戀人牌其實並沒有 那麼好 因為戀人牌的代表就是 會有非常非常多的波濤洶湧 OK 所以嗯 這就是你的你的戀情注定 不是那種順順的很順利 就哇 從交往到結婚就是非常順利的 這個戀人牌我覺得他的 他有的時候的意思就是說 中間會出現很多的波折 因為他是 他代表的 他的代表就是 羅密歐與茱莉燕嘛 就是說 嗯 呵呵 當然 講羅密歐與茱莉燕好像有點 有點慘喔 因為最後他們沒有一個 非常好的一個結局喔 有情人沒有終成眷所 好啦有啦 他們就死掉以後他們在一起 但是 但是意思就是說 中間會出現很多的阻礙 然後非常多的磨難 需要去克服 所以是一個波濤洶湧的一個愛情喔 所以 嗯 不過呢 不管如何啦 你們這個中間出現了這一張戀人牌 就表示你們其實是命中注定在一起 你們對彼此都是有愛意的 所以你們的 呃 就我們剛剛講的嘛 你的這個對象 其實現在一切都已經是在一個最好的狀況 狀態了 如果你真的等不及他 他來跟你告白的話 其實你們 也可以去釋放一些這樣子的一個能量 或者是你們就去告白 嗯 或者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你要給他一些鼓勵 去讓他 等於推著他讓他做你想要他做的事情 所以讓他去告白 讓他去跟你跟你告白 跟你講說 欸我們要不要在一起 我們要不要複合 但是呢 這邊有一個死神牌喔 唯一這個死神牌 他出現在這個未來的狀況喔 就是說 呃我覺得你們要在一起的這個 這個速度會是很快的 你們會在一起的速度會是非常快的 就是說一旦 一旦這個對方告白啦 什麼的 因為這個代表現狀嘛 所以我覺得在 其實甚至 不用等到三個月 我覺得可能在未來的 一個月一個多月 可能你們就已經有辦法可以 嗯 在一起了 但是呢 未來喔 這邊因為死神的逆位是代表未來 呃 未來的話 我覺得會有一些東西是需要去克服的 而且這邊有一些 有一個沙漏喔 所以就是我剛剛說的 這是一個戀人牌 這個戀人牌 就是有很多的磨難是需要去克服的 所以在一起了以後 真正的考驗才開始 呵呵 因為你們後面也出現了一個死神牌 所以真正的考驗才開始 我覺得這個死神的這個逆位 當然也代表就是說 你們的關係就是沒有辦法 尤其如果你們是分手的 的這個 你們想要測的是一個分手的對象 表示你們的緣分是很深 是沒有辦法斷掉的 但是不管如何 這個這個逆位然後又代表一個沙漏 就是說 一切的東西其實就明明中是有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 是有一個注定的 那種感覺喔 就是你們是注定要在一起的 注定要碰到對方 但是磨 是有很多的磨難的 是有很多的東西是必須要去 讓他 嗯 我覺得是要去捨棄 然後呢 再去磨合出一個新的一個狀況 跟一個狀態 所以你們需要去做非常多的調整 OK 我覺得會有多很多的調整 是需要去做的 嗯 但我覺得現在對方的能量還不錯啦 我不 因為是測對方 我不確定看影片的你們的能量是怎麼樣子 所以你們自己也要把自己調成是一個狀況還不錯的樣子 要不然的話 也許會有很多的爭吵 也不一定 因為我覺得你們要去做一些調整的話 理性的去溝通會比較好 OK 理性的去溝通 因為這個是代表天蠍座的能量 天蠍座你知道就有點那種毀滅性的很強的這種感覺 有的時候會非常的情緒化也不一定 所以我覺得你們這個逆味的牌也代表就是說 你們在做一些溝通啊 做一些 有一些困難需要去克服的時候 盡量要理性不要太過的失控喔 情緒化 然後講一些你們會後悔的話喔 就NO NO 不要這樣子 OK 然後這邊出現聖杯石 我覺得如果你們能夠 呃 好好的去溝通啊 好好的去 嗯 做這些磨合的部分的話 你看喔 這邊出現聖杯石 就是一個 非常開心快樂的狀況嘛 你看他在下面吹笛子 然後這個女生在上面 然後下面養了好多狗狗貓貓喔 就是一個快樂的家庭喔 然後情緒上也會得到一個非常大的滿足 所以我覺得 嗯 你們想要去攜手去共創一個新的未來喔 是非常有有很大的可能 而且是非常開心非常快樂的 因為聖杯石嘛 所以 嗯 Situation will improve 所以如果現在有任何的那種不開心 不快樂的那個 好好的去溝通 不要太情緒化 理性一些 我覺得會有一個很好的一個解決 然後呢 你們的關係也可以長長久久 OK 恭喜 恭喜這個3號的 抽到3號的朋友喔 那你們可以在下面呢 留言告訴我 有沒有符合到你們的狀況 跟你們的 這個 或者任何你們想要分享的你們的故事啊等等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那也不要忘記幫我訂閱分享 還有按讚我的頻道 還有我的影片 那麼我們下一次再見囉 掰掰 好 4號牌組 我們來看一下 對方的能量現在是怎麼樣子的喔 前面這兩張牌呢 是對方的能量 都是逆位 OK 這邊是出現了 Stand Your Ground 這一張牌是 全杖七逆位 然後這一張牌是 SAD Embrace逆位 我覺得啦 這邊現在 這個是全杖七喔 你看他是 站在一個草坪上面 然後非常的堅持堅定自己的 自己的想法 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但是他現在逆位喔 所以我覺得 選擇4號牌組的話 你現在在想的這個對象 他其實 有很多的事情 他不太確定自己想要什麼 然後或者是說 我覺得他有很大的挫折感 有一個很大的挫折感 我覺得這個這張牌其實跟這個 寶劍5 這張寶劍5是非常相像的 為什麼我馬上就可以抽出來 因為這個是剛剛2號牌組的牌 那我覺得是因為你知道這個牌已經被 被2號抽走了 所以他就給一個類似的能量的這種牌 所以我覺得這張牌也是 就是一個逆位的這個狀況的話 就很像是這個 這個寶劍5就是這種 感覺有點挫敗 然後行動力也變弱了 然後不太確定自己 這麼做是不是對的 就是懷疑自己吧 我覺得自信心也降低很多 就比較沒有自信的一個狀況 跟一個狀態 甚至我覺得他有一點難過 有一點悲傷 為什麼你這樣說 因為這邊出現了這個 你看這個一個人 他抱著自己的膝蓋 然後然後頭埋在自己的這個腿中間 然後抱著自己 然後旁邊也沒有任何的人去給他安慰 跟他給他一些鼓勵 所以就是自己抱著自己 然後非常的可憐 希希的感覺 雖然他是一個逆位 但是我覺得逆位的話 可能因為跟這一張牌在一起 逆位我覺得他的這個能量 可能更強一些 這個就是他非常的不開心 非常的難過 感覺到自己是很孤單 然後沒有人在他的身邊 就是甚至我覺得 也許四號牌組你們的對象 可能是有一些這種 不管是憂鬱啊 或者是anxiety 就是很anxious 很躁鬱啊之類的 他們可能都有一點點 這樣子的一個狀況吧 能量目前是這個樣子的 就是他們很傷心很難過 我覺得他不是處在一個最佳的狀況跟狀態當中 所以我覺得他覺得非常的孤單 這兩張牌讓我感覺就是很孤單 然後自己可能在抱在黑暗裡面 在哭泣的那種感覺 他可能會把別人推 就是聚於門外 OK 聚人與千里之外 可是 可是內心又非常的掙扎 因為他其實是很希望得到別人的 關心的 可是因為你看 他把別人聚之門外 所以別人就是很害怕去 去秀出來他們的關心 然後自己又覺得 我好可憐喔 這樣子的感覺 所以如果你們是那種臉皮夠厚 然後不害怕 他用那種很 很兇惡啊 或很命的那種言語或者表情 去把你推在門外的話 我覺得你們 他們其實會非常 喜歡或者是會 之後會很感恩 就是說 你願意在他的旁邊 給他很多的關心跟鼓勵的 感覺是這個樣子喔 就是說他雖然一直 一直聚別人一千里之外 可是他內心其實是非常孤單 很希望別人來關心他 照顧他 然後 就說不怕被他的這種 壞脾氣給嚇跑的那種感覺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你們的未來這個愛情的 的走向 這邊出現了一個 Ace of Swords 寶劍1 聖杯4 金幣1 然後這邊是聖杯國王 都正位耶 他的能量是逆位的 來看一下神譽卡出現了什麼 Within the next few months 所以在未來的幾個月 所以我覺得如果出現在 又出現這張牌 因為我本來測的就是 未來的1到3個月 所以4號牌組的話 你們的這個對象 他可能需要的時間會更多一點 因為又出現了 Within the next few months 所以不見得是1到3個月 有可能要拉長到3到6個月 所以你們自己看一下狀況是怎麼樣 OK 所以有可能是1到6個月 的這個能量 但是呢 我覺得有一些好消息還不錯 你看喔 第一個是這個 寶劍1 寶劍1的話是 需要找到一個真相 找到一個真理 然後也是一個 因為你們出現了兩張1的牌喔 然後又是這兩張都是4 好 兩張1的牌 然後這個的話 寶劍1的話 比較多是這一種 思緒啊 思考啊 思想啊 等等這樣子的感覺喔 所以我出現在這個 這個過 因為這是代 這樣子三張是過去現在未來嘛 所以 因為是愛情走向 所以這一張如果是第一張的話 我覺得跟這兩張做一個結合 也就是說 他現在目前的一個狀況跟狀態 我覺得他 這個寶劍1 甚至我覺得他其實有一些 很多很不好的一些想法 他需要去有一個 你看喔 從這個 雲裡面要這樣子 透出一條 一個一把劍 讓他有這種 撥雲見日 然後需要有一個 可以看到好像 一線生機那樣子的一個感覺喔 因為我覺得他甚至有一些 我所說的不好的想法是 你知道就是真的是不好的想法 因為是見嘛 見有的時候也有這一種 你知道會 自殘啊 之類的這樣子的一個意思喔 所以不見得所有的人 剛剛的訊息不見得適合所有的人 但是 你們可能要注意一下下OK 所以因為他現在可能 精神狀況可能也沒有那麼的好 因為你看喔 因為你看喔 這邊又出現了一個聖杯寺喔 你看他就是一個躺在 沙發上面 然後吃著 chips 然後下面喝酒 然後就這樣看電視喔 就是一個名副其實的一個 couch potato 這個 沙發 我不曉得中文怎麼講 中文有直接翻嗎 沙發 芋頭 不是 沙發 紅薯 反正意思就是他會一直 就是躺在沙發上面什麼樣子 什麼都不想做的那種感覺喔 就是那種懶洋洋 然後很懶散的這種感覺喔 你看喔 他也提不起勁 然後又是這種 非常傷心難過的這種感覺喔 所以這一兩張牌 紮在一起的話 我覺得其實他的 雖然這是一張正位的牌喔 我覺得他很渴望他可以有一個 人可以帶 告訴他 幫助他 讓他可以有這種 撥雲見日 開心的這種感覺 可是呢 他一個人的話 我覺得這一把劍 比較感覺像是 他有的時候會有那種 真的不是很好的一些 一些想法 然後 現在就是一個懶洋洋 什麼都不想做的一個狀態喔 所以如果你們能夠 給他們一些關心 雖然 就是我剛剛說的 他會把你推在 就是不開門 不接電話 然後 不管你 嗯 的這種一個狀態 你們的曖昧對象 有可能是這個樣子 也許你們沒有這樣感覺 不過如果 他有一搭沒一搭 因為如果你們想要來測這個 曖昧對象 就是你們想要來測一個對象 然後 的話 我想 多少是應該他讓你有很多的不確定感喔 那那這有可能的原因是這個樣子 OK 嗯 再來 我們現在往前走 往前走我覺得 會是會 還不錯喔 因為 我覺得啦 你們 他們是真的非常需要人家的鼓勵 這個 這個牌其實 這兩張牌給我的一個感覺 我覺得是他有點就是心裡在吶喊 想要有人可以把它從這種深淵裡面拉出來的感覺喔 那之後呢我覺得如果你們可以做得到的話 嗯 金幣一喔 金幣一是一個實質上面的一個改變 我覺得會有一個一個實質上面的改變 你們會真的看到有一個改變 但是我覺得會是需要非常多的耐心的 是會有需要很多的耐心跟很多的愛心 讓他們去慢慢走出來這樣子的現在這樣子的一個狀況喔 你看這邊又出現一個聖杯國王 所以我覺得啦 這邊這樣兩張在一起的話 你們他 你會看到他實質上面會有一個很大的改變 然後呢 他們的這個情緒也會趨於穩定 會越來越趨於穩定 而且我覺得他其實本來就是一個還算蠻成熟的人喔 那可能會更成熟一些 然後不會再做一些這種比較幼稚的行為 也不是說憂鬱真是幼稚的行為 但是就說他可能會對自己更負責吧 比較負責任一點 因為我覺得有的時候會想要一些做一些比較不好的事情的時候 有的時候是比較自私一點 那這個的話我覺得會比較成熟穩重一些 比較不容易做出一些會讓身旁的人傷心的事情 那他也慢慢的會趨於穩定他的情緒上面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們想要問就是說 你們的關係的前進會有什麼一個很大的躍進 我覺得會有一個轉變會有一個轉機 你會看到有一個很大的一個他們 他們的這個態度啊 以及他們的這個行動上面吧 會有一個比較大的一個轉變喔 不過呢是需要別人在旁邊給他們一些關心跟關愛的 你看這個人手上是拿了一串鑰匙 拿著一串鑰匙 所以我覺得這個愛情呢 需要有一個可以把這個他們的心所打開的一個人喔 那這個人呢 如果你可以在他的旁邊一直一直陪伴他 給他很多的愛人鼓勵的話 也許你就是那這一個握著鑰匙 握著他心防鑰匙的這個人喔 OK 但是需要一些時間喔 所以我覺得這一張牌也非常有趣 因為我本來算的就是未來一到三個月 然後他又出現這一張牌的話 時間可能會拉的比較長喔 那有點是三到六個月 所以如果你們能夠有耐心的話 可以慢慢等他的話 那麼就我覺得會有一個不錯的一個未來啦 照一展望 至少未來可能三到六個月以後 你會看到有一個比較大的一個轉變跟轉機 那OK 這個就是給四號牌組的一個解牌 你們如果有任何的想要分享的東西 或者是有任何東西想要跟我說的話呢 都可以寫在下面的這一個留言區的部分 想要分享你們的故事啊等等都可以喔 那也不要忘記幫我分享訂閱還有按讚我的頻道 還有我的影片 那麼我們下一次再見囉 掰掰